她才是韩国SM公司的绝对权威,涉长衣袖满兜的让她三分。 SM旗下的当家女歌手伯阿曾经出演一档电视节目的时候,聊过关于SM公司内部的个人微信方面的一些内幕。 据她本人透露,在SM公司内部里论个人的微信的话,自己只能排在第三位。 第二位是前Hotato出身的安希炫,而在SM里的绝对权威是被很多SM的晚辈们称为音乐大师的余用症。 并称,在好的歌曲,如果没有余用症点头的话,是不可能收入在任何专辑的。 而且涉长衣袖满在除了经营之外,音乐领域方面的问题都得听余用症的。 对这样的一个排位顺序,主持人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论对SM的功劳,博尔应该排在第一位才对。 毕竟在亚洲市场上,特别是在日本,博尔一个人曾经完全横扫过日本的唱片市场。 而博尔也笑着回答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被分。 毕竟两位前辈都是在我之前很早就开始和SM公司一起成长起来的。 那么这个余用症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1993年以一首《你的香气》出道的他,后来完全接受了爱豆像组合的鼻祖HOT专辑的绝大部分的音乐制作。 可以说,当时的HOT的音乐风格以及走的音乐方向就是他一个人一首包办。 除此之外,后来SM旗下的SSD以及《神话》还有《Fly to the Sky》到后期的《Bullet》、《东方神奇》等等很多SM旗下的众多艺人的专辑制作,他都在里面做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他本人也因为在音乐领域上的结出贡献,在2014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五届大韩民国大众文化艺术奖之总统调章奖。 HOT的安琪炫说,当时之所以选择规模还很小的SM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SM一有余用症前辈。 因为在当时类似你的香气R&B区风在韩国并没有非常流行起来,但是由于他的出色的音乐领域上的见解,HOT才能最终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向,获得了成功。 并且他作为音乐制作人,在当时就给我们每一个练习声门提示了出道之后我们要坚持走的音乐路线。 这对于当年还很年轻的HOT五个人来说有助非常深远的意义。 神话的李敏玉也说过自己就是因为于永正的提示之后才开始学起了作曲。 当时在军队的时候,在一个完全对作曲没有任何基础的前提下,就是于永正给予他肯定,并告诉他只要坚持住就能学会,才使自己最终也走到了音乐制作人的路线。 并在神话的第五章专辑,Frid开始展露头角,而且逐渐给别的爱豆组合也献上了自己的音乐作品。 歌手灰心也表示,起初让他唱歌的原动力就是于永正。 对他来说于永正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因为从小开始听他的音乐长大,并决心自己要走黑人音乐路线的时候,于永正的音乐给他留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XO的赌曾经也和于永正一起演唱过Kaomi。 赌从出道之前就公开表示过于永正是他最佩服的前辈。 自己出道的时候也是受到他的影响最大。 很多的歌迷们后来也发现,其实两个人的音色也是尤其的相像。 同样来自XO的灿烈曾经在节目中也表示过,自己特别喜欢于永正的第三章专辑《Unconditional Cosmic》。 而且原本打算要走乐队路线的他,在听到于永正的劝说和解释之后,才对流行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能得到来自这么多晚辈们的尊重和肯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于永正本人是一个极其忠诚并守原则的一个人。 因为无论外面的其他公司以实模样的条件想把它挖走,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始终坚守在SM的岗位上。 相信在以后SM推出的更多的爱豆音乐市场上,我们还能继续看到这位音乐大师的更多杰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